我的观众面是胡宫山 十八个在南华台基盘 在甘露冠典三规五届的电力 中处各德典到这千人报名来参加 各个器官和时局与法师的标识 三规如同是旧学的注册仪式 尚是收货的任务基础 五届则是更高层次 庆祝胡宫山开山五十周年 星云大师九十大寿 南华大学二十周年 胡宫山中处各德典 二十八个在南华台下 基盘甘露冠典三规五届典礼 我当由胡宫山祖旗 星宝和尚珠旗 胡宫山完后时捐与法师标识 三规是皈依佛法僧三宝 世人修佛的入门基础 如同上学需要注册一样 而五届是佛教根本届 包括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庆祝五届是无庆患对方 让自己得到平安 我们要成为佛教徒 要成为佛陀的弟子 我们要经过一个皈依的仪式 才能够正式成为佛陀的弟子 那五届 他就是在成为佛陀弟子之后 更进一步 我要宣示成为一个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的一个好人 决于法师标识 不杀生就是尊重生命 不偷盗就是尊重别人的资产 不邪淫就是不要迫害别人家庭 不妄语就是爱公私 不要做心社会不安 不饮酒 并安亲到 不吸毒 这个典礼是一个仪式 但是我们必须落实在生活中 时时刻刻去提醒自己 时时刻刻去奉行它 所以越多人愿意来宣示 我要好好地奉行这五个规矩 我想我们人我之间会更加地和谐 三规五戒虽然是综合意识 但头过外在的规范 得到影响内在的心灵 一步一步得到心口合意的境界 河光山表示 明年如果基盘三规五戒的电力 就算是曾经参加过的民众 那是五戒曾经自己没尊息 也许能参加附近 因为所有行为都是对自己付出 想五戒是靠自己 并自由心情 五戒心手达行 这行空调红多拿点彩虹不得